呃 等一下 完蛋了 他在我後面欸 好 再來我們來跟電話互動一下 可能要等他有那個接起來的那個聲音吧 It's Sheriff It's Sheriff 反正我們再來的話就是要去尋找每一個公仔上面的那個標籤那些的 XDDDDDDD X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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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老樣子老樣子 他這也是講說調整這個東西讓我們講話的時候 不會到達那個紅色的分貝水平 他就有點類似我們之前玩的那個什麼 Done Screen啊又或者是Silence Breeze那樣 當玩家的聲音到達某一個臨界值就是那個紅色那邊的時候 玩家可能在遊戲內就會直接暴斃又或者怎麼樣的 那往這邊調看起來好像不是什麼好事啊你看 我現在甚至連講話都沒講話 欸對 誇張 好啦應該是要往這一側條啦 那我們稍微來測試一下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八 你很奇怪 我最討厭上夜班 哈哈哈哈 你很奇怪 各位 歡迎來到 超自然事件 順帶一提 嘿喲各位你們好 這是DK 今天我要回歸我的老本行 做夜班 然後我們這次做夜班 應該不用我多說 光看標題就知道風險有多高了吧 我們這次要做夜班呢 就是當一個偵探 去調查一個超自然的靈異事件 那麼究竟這個超自然事件 是一個怎麼樣的事件呢 那我們再來的話就不要廢話 直接來看一下吧 DETECTIVE WIAT 乖亞特警探 I can't believe I'm talking to you I can't believe I'm talking to you I've been a huge fan of your work especially that Sakamoto kids 版本的作品 啊?啊?啊? 蛤? 謝謝齁 呵呵呵呵 COLTON 我們是那個警探 然後我們要調查他們家的事情嗎 看起來 是不是有人在打呼 蘇珊夫人 蘇珊夫人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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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卡 他是在講 那個在打呼的人還是 哦 應該他們家的狗狗啦 哦 他這個遊戲的人物真的還蠻細緻的你看 那個動作跟那種感覺 他在家裡 但 蘇珊夫人 我們都要把我們都要 你知道嗎 嗯 我現在正向監獄的父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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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萬5千多美金 謝謝你的協助 你不是在罵他們的財政局 沒錯 OK那...呃...喔!還解鎖成就耶 只是我怎麼...現在是不能移動的狀態 喔...要點一下x2 這個是什麼公仔嗎? 然後...OK...他們的一些廚房用具 喔!這有那個茶壺 茶壺是可以用的耶 欸?啊怎麼好像又不行用 欸! 化油氣焦化現象 哼... 碗盤 有好幾袋的垃圾 反正就是一個看起來還蠻正常的家 然後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失踪案 OK那...我們先上去... 欸...不不不...我覺得我們先不要上去 我覺得我們現在樓下把那個房間都給他調查清楚好了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這個...不知道什麼公仔了 欸...也不能用 好... 等等喔等等喔...我們可以直接出門離開這個地方嗎? 恩...看起來好像不行了看起來 他剛才不是講說什麼可以開關門嗎? 阿大門在哪邊?大門 他們家大門不就...這裡? 這裡? 還在說...這個裡面 這裡是他的那個廁所 我們...看不到我們自己 OMG 這算不算...一種靈異事件 哈哈哈 OK有肥皂...被他弄掉囉 喔... 喔對阿 房子不是應該都會有什麼大門之類的嗎? 還說他們的大門在... 這個應該是...儲藏室 來來來先關起來先關起來齁 欸...我們要怎麼關? 我們是要...拖拉嗎? 欸? 我剛才怎麼聽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聲音 是我聽錯了嗎? 欸?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聲音好像在樓上 啊... 好...這裡應該就是他們家的大門了 我們...我們...就... 離開吧 啊...我不能離開嗎? 算了算了 好啊...我們再來就先上去樓上 這個...這個手電筒好像有那麼一點... 有那麼一點...不太...不太耐用欸 哎喲 這個裝飾有那麼一點...怪異欸 一...一上樓就看到一個面具 這不會被嚇死嗎 啊... OK...我要怎麼...我要怎麼開門 喔...我要這樣子...拖拉... 哎呀... 好...難用啊...這種開門方式 啊...這裡應該是他的房間 又一個隻公仔 這公仔我們可不可以收集又或怎麼樣...不行 好...再來我們往這一側 哈哈哈...哎喲... 我現在還是完全螢幕的狀態呢 有了嗎? 哈囉? 公仔 來... 欸? 這個是...這一家人的那個電腦嗎? 那什麼? 蛤... 怪詭異的等一下 然後他會浮化 這好像是結合了星夜跟另外一個...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話了 我有點忘記了 我覺得我們給他先把門關起來好了... 欸?門關不起來 啊...算了算了 這個...這個電腦能用嗎? 現在不行是怎樣呢? 為什麼現在不行? 哭聲好像是... 那一邊那一邊 好像在... 這一個房間裡面 欸? 這裡啊...可是怎麼沒有人 還在說... 在...這一側房間的後面啊 這裡嗎? 這一間裡面嗎? 沒有人啊 哎呀...到底是怎樣啦 嬰兒房 欸? 這可以用欸 星星 有一些那個星星的符號 好... 剛才我怎麼記得這裡的燈是開的啊 還是說... 我記錯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找一下那個廁所燈 廁所的燈... 喔這裡這裡這裡 欸? 有了有了 亮多了喔 謝天謝地 我...覺得啦 現在我們先把這裡的燈都給他打開好了 我覺得這樣... 比較亮嘛你看 啊...舒服多了 然後...這個...這可以調查嗎? 不行 啊... 開燈開燈開燈 開燈開燈 給他開燈就對了 開燈 對嘛...剛才應該就是要先開燈才對 不然在那邊... 摸黑探索 這根本就做死 耶耶耶耶啊 阿 阿 這裡 這裡剛才是不是沒來過 這邊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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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我先開這裡的燈 我先開這裡的燈 完了 我覺得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 有 那麼一點不妙 有了有了有了 喔 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 你必須面對你所簽署的協議 是這個在叫 喔 聽起來是沒錯 這是在幹嘛 啊 我還需要密碼 忘記密碼 嘿 凱莉 如果你第一百次忘記電腦密碼了 我已經把你的玩具人偶散落在各個家裡的某處 並在箱子上面貼上了你的登入名稱和密碼的標籤 首先是 Chicken Skin 然後是 Cow Skin 接著是Rabbit Skin 倒數第二個登入名稱是 Shark Skin 再來是Catter 再來是密碼 密碼是Fish開始 Teddy Robot Cool Cloud 玩得開心起來的 反正我們再來的話就是要去尋找每一個公仔上面的那個標籤那一些的 想說是 Catter Catter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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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齁 感覺怪詭異的 那個奶奶是不是就是她講的那個什麼 蘇珊啊 這裡有嗎這邊 好像 嬰兒房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誰啊 這個是機器人 機器人是4 我們老樣子 先開燈先開燈 先開燈比較重要 喔 這是什麼啊 啊 啊那個咧 真的 OMG 好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是鯊魚的 鯊魚是6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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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Chicken 裡面 裡面 這裡吧 他燈突然自己關了欸 這個是酷喔 酷喔是1 喔 Lag一下 欸欸欸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那個老奶奶在那邊偷看我們 我過去會不會有危險 沒有人 沒有人 我 我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到樓下好了啦 先到樓下哈 比較實在一點 嗯 這遊戲真的是怪詭異的 喔 樓下全黑 我 我先一樣開個燈開個燈 不要讓它全黑 這邊還有一個 Teddy是7 這個是誰啊 這個是Claw 這個是Claw 我燈不要自己灌 Claw是5 就直接把密碼貼給我們就好了 在那邊大費周章 嗯 廁所好像 啊有一個有一個 一樣一樣 開燈開燈開燈 開燈啊 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是Fish Fish是0 反正我們就小心一點吧 又Lag 又Lag 他在外面齁 他又在這邊 你到底是有多少人 這個是牛的 牛是9 那我們目前還差一個Rabbit 兔子了 這個嗎 啊對對對沒錯沒錯 Rabbit Rabbit Rabbit是2 呃使用者名稱是89263 密碼是07415 是嗎 好啊 Let's go 然後這個貝拉的扣門 呃呦 Babe Is Kaylee home? Have you fixed her Kim yet?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have a little you know hour time while she's away Oh hey Bella Yeah Kaylee's with her parents tonight What's up? Seriously? You sound a bit off babe Is everything okay? I wa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ah Just a bit tired You know It's been a hectic day Tired huh? You sure? You sound like something's up I was really hoping to come over What's the deal? Just need a bit of downtime Mrs Susan is missing Mrs Susan is missing? You're being a bit vague babe I was really hoping to spend some alone time with you What's the real story? Look it's just not a good night and I need to take it easy Can we catch up some other time? Sure but you're not fooling me Why are you being so distant? We had plans and now you're backing out? Bella It's not the right time I promise we'll make up for it I need to go I catch up later Kaylee won't be thrilled about this 好 我們現在登錄之後可以看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 監視器喔 使用上一個和下一個按鈕來切換相機鏡頭 喔 A跟D啦 然後夜視要怎麼按夜視啊 等一下 完蛋了 他在我後面欸 Oh no 我要怎麼辦 他在我後面 沒有人 喔喔喔喔 沒人 喔 夜視的按鈕是N啦 欸啊 我們家的狗狗在一直叫 是怎樣 他在那個洗衣機 洗衣房這個地方一直叫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覺得我們先過去看一下好了 呃 沒事沒事沒事 他這個遊戲從電腦起色的那個感覺就有點像是我那時候在玩那個什麼 玩那個 Screenize 仔細檢查那個遊戲一樣 超級壓迫的 阿 阿狗狗 怎麼了 What's happen Oh my goodness 你可以使用電腦上的互聯網瀏覽器搜尋你發現的那個文字和線索 欸這 這裡還有用紙條的這邊啊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這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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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gle C R A W L E R 嗯 對 沒錯沒錯 賓夕法尼亞時報 緬懷蘇珊克勞勒小姐 慘痛的損失引發了社區對心理健康的反思 2020年7月15號 西法尼州格林菲爾德小生 發生... 小生了一起悲 居民震驚不已 悲痛欲絕 80...應該是80歲的那個蘇珊小姐 一位受人愛戴的社區成員 在自家後院的一棵樹上面上吊字 你們都知道了 他去世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整個小社區 很多人都在努力接受失去一位受人 受人愛戴的社區成員的事實 這這這這 我能不能切個語言 我覺得這邊可能給Google翻譯字會比較正常一點 Oh my goodness 他在當地的老年中心擔任志願者 花了無數的時間為需要幫助的人編織毯子和圍巾 他的鄰居形容他是一個溫柔的人 臉上總是掛著微笑 對他遇到的人每個人都很熱情打招呼 然而儘管克勞樂小姐的個性開朗樂於助人 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與那個抑鬱和焦慮做爭鬥 他一直在接受這些病症的治療 但似乎即使經過治療和藥物的治療 他也無法找到內心的平靜 在他去世後的悲痛中 小鎮出現了一起紀念克勞樂小姐 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指有人號召去一起紀念他吧 當地的教堂舉行了追調會 數十名人們齊聚一堂 向他的一生致敬 他對他們意義重大 以及他影響的那些最了解他的人 雖然對於為什麼有人會結束自己的生命 沒有簡單的答案 但很明顯 心理健康的問題可能會影響任何人 無論年齡或者是情況怎麼樣 希望透過克勞樂小姐的不幸過世 能讓人們更專注於心理健康意識 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然後從我剛才在念的時候 好像我們背後就一直有非常奇怪的聲音 我覺得我還是 看一下好了 啊 是不是有一個非常奇怪的聲音 有一個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覺得我們先離開好了 我覺得 又要起身了 又要起身了 沒事沒事沒事 好我們先開個燈 安全起見 這是為什麼會有那個失色的聲音啊 他在那裡 哈哈哈哈 開燈開燈 啊 好像 唉怦有有有有 墻上全部都血跡是怎樣 obs 噢,NO 是他,他在清理好像是那堆屍體 噢噢噢噢 哇,老當益壯 欸,有有有 從現在起,麥克風會檢測你發出的每個聲音 你也可以和那個超自然屍體交流 我記得好像是按下Q鍵吧 噢,我們可以那個,你能幫我嗎 他沒有回應 攝影機會為你指入的 好,感謝你齁 但是我們要小聲一點 以免被他聽到了 我是比較好奇,如果我們喊到最大聲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還是先不要這樣示好 欸,我們電腦,又有東西了 等一下,我們再問一個好了 呃,你友好嗎 完了,他不友好 我覺得非常不妙 哎呀,又怎麼了,又是那個貝拉扣了我們是不是 啊,對,沒錯 嗯 嗯 欸 所以 所以說 喔 小聲點 小聲點 也是 噢 它在樓下 所以它會在那邊巡邏喔 欸 不是吧 我們家狗狗好像又在叫了嘛 狗狗 是怎樣 欸 等等等等 好Lag好Lag 在那個裝置裡 夜復一夜 在我們進入夢鄉之前 我們的目光交織在一起 看著我們珍愛的電視劇 只有你 我和我們的八吉卡 什麼意思啊 我調很多腳步聲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 我現在還不能大叫 我覺得這種遊戲就是大叫一定會死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 要忍耐 我們是要去它的客廳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 它也沒有講我們要幹嘛 還是說我們剛剛講的話 呃 展示你自己 完蛋 你不想讓我露面 好啦 我覺得應該是 它講到電視應該是那個什麼 應該是這一間有電視的地方吧 欸 這什麼 啊 放大 收集照片的片段 呃 所以我們等一下回去那個裡面嘛 我剛才好像有看到有那個 碎掉的那個圖片 那我感覺應該就是要放在那邊 這個嗎 使用縮放功能進行選擇移動 喔喔喔喔 我了解我了解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操作有點那個手殘 然後選擇移動 旋轉它 這裡嗎 yes sir yes sir 反正我們再來的目標應該是 把那個圖片拼完 把 欸 狗狗 狗狗又來了 狗狗咧 喔 這個裡面 它在幹嘛 等一下 開個燈開個燈 在那個地方 每次我都應該幫你 把我們共同的衣服洗得乾乾淨淨 如果我能讓時光倒流 就沒了 它講的那邊應該是他們的那個 洗衣間 呃 不是這裡不是這裡 可是這裡好像多了幾張 有 幾張照片新的 有elte sound of a child 嗯 Probably the client's fiance When why is it written here how long do I have to wait Different date s of ultrasound this time it says the truth will come out soon 我覺得可能另有我引擎喔 這個事件 洗衣間 洗衣間 我們要去哪邊呢 這 這裡有什麼 呃 重要的線索嗎 他不是說洗衣服 喔喔喔 有有有 有 沒錯 Let's go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位置在哪邊好了 我剛剛好像有聽到他在那邊走路的那個聲音 人咧 這裡這裡這裡 他在樓下那邊 狗狗又在叫了 太快了吧 我覺得我們先拼這一片好了 應該是這樣子吧 看起來 沒有沒有 我在樓下 好像在 啊 啊 啊 哈 我死了 我死了嗎 我剛 我剛才怎麼死了 還在說他是不能碰的啊 可是我記得第一次我們不是有看到他 欸 怪怪 我們該不會要全部重來吧 欸不用不用不用 已經騙到兩片了 反正再來的話我們就是要找那個狗狗 開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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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應該在房間內 客廳內才對 客廳 客廳這邊 這邊 好像在那個小壁櫥裡面吧 等等喔 等等喔 OK What's happening 這裡 喔 在那裡 我曾經太久 用勞動創造藝術 卻在這整個過程中毀掉了我們 勞動創造藝術 喔 就是我剛才那個電腦那一間啊 這邊吧 這邊 啊 那個咧 東西在哪邊 喔 這邊這邊 這裡 有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臉 可能要再下來一點 我現在不敢出太大的聲音你知道嗎 感覺會隨時引發那個會吸引他過來這邊一樣 這樣子吧 還差感覺應該有兩到三塊 在那個我從未真正在過的地方 在那個我們本可以創造無數美食回憶的地方 喔 美食回憶嘛 那就是廚房那邊 他在 樓下嗎 他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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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有有有 有點恐怖喔 我覺得 然後這次狗狗是我們那個大工程 真的沒有他的話我們就沒辦法破案了吧 我覺得這一次 Let's go 開個燈 啊 溫馨的小屋 我最喜歡這種地方了 嘿嘿嘿 現在現在講話都只能這樣 慢慢講 啊 這麼這麼小片喔 這是哪裡啊 這麼這麼這麼小片我要怎麼知道 這一片我不知道在哪邊欸 還說我們先收集下一片喔 狗狗應該是在 剛才沒有出現過的房間裡面吧 欸 這裡不是有了嗎 喔 另外一邊 這寫什麼 在 在那個境界裡 你孕育著你自己完美無瑕的美貌 使用芬芳的靈藥 自己潤澤的雙手 溫柔的塗抹的自己 喔 化妝那個地方嗎 化妝是 好像是在 那一間吧 這間吧 就他那個房間那邊 欸不對 這個是我電腦那邊 還在說是在樓下有一個桌子那一側 因為那個桌上我記得沒錯 我有看到一些那個 像藥罐的東西 等一下 開燈開燈 怎麼看起來好像 不是啊 哎呀 完蛋了 是嗎 啊 不是 啊 我知道 我知道了啦 廁所吧 因為他廁所這邊有化妝 啊對對對 沒錯沒錯 你去加油 那個桌子 好危險不會怎麼樣 喔 他這邊好像是可以拼起來的 這邊 這邊 這裡 然後這一塊 這一塊是 喔我知道了 下巴那一側 只是我要給它喬個角度才能放 這樣子 然後這邊 反正整體的形狀已經大致上這樣出來了 所以 應該是算對吧 應該還差個兩塊左右 OK 好 有 狗狗 狗狗 他在我房間喔 對沒錯沒錯 在那個一切都結束的地方 我不停徘徊 尋找你我的愛人 啊? 結束的地方? 蛤 欸唷 有血跡呢 這感覺不太妙喔 血跡通往樓下 蛤 這是怎樣 這裡 這..這能開嗎? 只是我有點手殘 打不開這個該死的門 哇 這裡 這裡 小聲點 小聲點 慢慢來我們的房間 慢慢來我們的房間 欸? 那個是最後一片的嗎? 喔 他這幅畫上面有那個英文耶 H-O-L-T-U-N 還是M H-O-L-T-U-N 先試一下 H-O-L-T-U-N T-O-N T-O-N 咧? 有 有 賓夕法尼亞時報 英雄警長的英勇事蹟 賓夕法尼亞州大膽營舊40年 哇 這個他應該不會在缺字了吧 在西法 OK他缺字了 在賓州葛林菲爾的小鎮 坐落在風景如畫的風景和起伏的山脈中 有一個非凡英勇的故事 他已成為社區希望和靈感的燈塔 這個故事圍繞著警長羅伯特 霍爾頓展開 他的勇氣和無私定義的這種精神 格林菲爾的居民心中的英雄主義 1982年的一個寒冷的秋葉 欸完蛋 老師在我的後面 呃 我們還可以念嗎 好不管我們先把他念完好了 當地一家人突然被刺耳的火警吵醒 騷亂的根源是他們鄰居的房子 現在已被大火吞噬 一家人被困在裡面 面臨可怕的處境 逃生希望渺茫 在混亂之中 以對社區堅定不移的奉獻而聞的警長 羅伯特霍爾頓接到了求救訊號 他沒有片刻猶豫 衝到了現場 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 而是以一名決議要排除萬難的救援者身份 霍爾頓警長抵達後 看到了一片恐怖的景象 火焰不受控制的咆哮 在7A的夜空中塗上了橙色的光芒 透過濃煙 可以看到這家人因為恐懼而動彈不得 他們從頭上的窗戶拼命發出求救訊號 霍爾頓警長並沒有被大火嚇倒 他迅速與當地的消防局部門協調 制定了大膽的救援政策 火焰在他們周圍肆虐時 自然關於消防員不知疲倦地努力突破燃燒的結構 當第一批救難人員與大火搏鬥時 霍爾頓警長穿著防護衣衝進家人的哭聲引導 就是他應該就是衝進去那個 因為他聽到那個家人的哭聲 他趕快穿著那個防護衣衝進去裡面 他以無與倫比的決心穿越了危險的環境 終於到達了樓上 霍爾頓警長發現一家人擠在一個房間裡面 很快就會被蔓延的火焰燒死了 當他們把他們引向窗戶 一個唯一可以走的出口 情況變得更加緊迫 在混亂中 霍爾頓警長保持著平靜與安靜的神情 督促家人在他們精心策劃的那個下降過程中信任他 他用一條臨時的繩子 小心翼翼的一個一個把他們放下去 確保他們逃離無情的大火 英勇的營救行動結束了 一家人在地上安全的團聚 霍爾頓警長毫髮無傷地從地獄中走了出來 但卻永遠改變了格林菲爾德鎮 稱讚他是真正的英雄 他是不是又走進來了 完蛋 那個決定命運的夜晚發生的事件 鞏固了他在社區行中的地位 如今40年後 又來了又來了 警長羅伯特霍爾頓的遺產 繼續激勵著幾代的人 那個秋葉所展現的英雄氣概已成為勇氣 團結和堅毅的象徵 回盪在格林菲爾德古色古香的街道上 證明了一位非凡警長不屈不老的精神 終於念完了我的天啊 所以現在到底怎樣 他到底抓我幾次啊 他好像抓了我三次左右吧 啊啊啊啊我再來咧 我我我我在來幹嘛 繼續看狗狗的那個叫聲嗎還怎樣 我覺得我們先看一下監視器好了 以防萬一 可能要找什麼狗狗的叫聲來找最後一個線索之類的 又或者是怎麼樣的 有那個電鈴聲欸 OK我來了我來了 嗯 嗯沒錯 喔這是剛才那個警長啊 欸對沒錯 那不是說 自造的啊 OK OK 沒問題 欸 水在了 等一下 我們先開個燈 樓上先全按 蛤? 電燈開關壞了 是怎樣是怎樣 所以是說我們要收集這全部的保險絲還是怎樣 喔 喔 真的是這樣沒錯欸 我們要收集全部的那個保險絲吧 看起來 我覺得我們先 先放好了 先放 白色在這一邊 還要旋轉 應該不會有人把保險 OK 但我沒說 保險絲 進來進來進來 有喔 有喔 這裡還有嗎 這邊 蛤? 蛤? 阿怎麼 阿怎麼連續來兩個是怎樣 到底有什麼問題 一次來兩個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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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啊 我差點人沒了 我差點人沒了 這裡應該會有個保險絲 這邊 這裡 然後裡面那間應該會再有一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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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嗎? 我覺得應該會有 欸 沒有 好 我們再來先往下去找一下 看有沒有東西 這一側 啊 這邊有一個 我是把我們目前收集了幾個啦 這是 先收集就對了 這邊還有一個 我討厭這音樂 好煩喔 恩? 收集了 好啦 我們現在把我們目前已經有的給他裝起來 還是我們都收集到了 等一下喔 看一下 綠色 好 還差三個 分別是 淺橘色 灰色 跟 那個亮粉色 喔 這邊這邊 這裡 灰色的 有 喔 那邊那邊 看到了 粉紅色的 OK 還差一個 喔 這裡啦 這裡啦 這邊 這角落誰知道啊 喔 有 都有了 橘色先 橘色是 這裡 一隻黃色才對 黃色 再來灰色 灰色要轉到 右上 左上 不是 右上 粉色 粉紅色 有 Let's go Let's go 我想要不要太大聲 Let's go 然後咧 然後咧 還說這樣我們就可以出去外面了 這樣啊 不行 所以說 喔 Lag一下 不太對 我現在可以講話嗎 現在 什麼東西啊 消滅壓迫者 我還有血量 所以我現在可以正常講話 喔 我們要打那個警長喔 唉唷 他拿獵槍欸 是20滴 欸欸欸欸 痛痛痛痛痛痛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他換彈了 OK 到底為什麼我們的槍管是歪的 你打他嗎 他原本是 是他的 那應該是有什麼 感情丟 喔 完蛋了 完蛋了 他躲起來 有 我們從這裡偷打 這邊 他該不會 你不是不想出來 趁這個時候趁這個時候 唉唷 他血太厚了吧 喔喔喔喔 他在那邊暗處 我根本看不到他有沒有裝彈欸 現在 等一下喔 他就這樣 不出來 哇 他現在就在那個暗影中徘徊喔 嘖 太..太卑鄙了吧 欸 欸 他死了嗎 呃 這什麼 這什麼 喔哇喔 他們被埋在這個地方 好嗎 威雅特偵探揭開了蘇珊小姐和她丈夫 慘死背後的黑暗真相 醉魁獲手證是受人禁養的羅伯特霍爾頓警長 一個在社區中享有權威和尊重的人 當蘇珊小姐選擇了另外一個人而不是她的時候 忌妒吞噬了她 導致她做出了令人髮質的報復行為 霍爾頓警長操縱當地新聞 將自己描繪成英雄 掩蓋了自己罪惡的行為 她精心策劃了一場大火 當蘇珊小姐一家坐下來吃飯時 大火吞噬了蘇珊小姐的家 無形地結束了她們的生命 但這還不夠 她更進一步 編造了一個虛假英雄故事來掩蓋自己的行蹤 蘇珊小姐並沒有像捏招的報告所說的釀自殺 驗屍官來檢查她的屍體時 發現她已經懷孕了 霍爾頓警長的墮落程度無以復加 然而 面對這樣的黑暗 瓦亞特警長卻成為了真理和正義的燈塔 她堅定不移的拼湊證據 揭露了霍爾頓警長的卑劣行徑 並將她繩之以法 當警察趕到現場時 瓦亞特站在淚水中 她是悲劇中的英雄 儘管經歷了痛苦和悲傷 她的決心卻絲毫沒有任何動搖 這證明了她追求真相的決心 無論道路有多麼的黑暗和艱難 喔 終於結束了 我的天啊 這款遊戲在環境氛圍 還有那個什麼故事方面 真的都做得不錯 只是我覺得缺點就是在 一開始我們剛進來調查到 奶奶出現之前的那一段 她中間這個好像會讓人覺得說 我到底這樣做對不對 還是說我再來要做什麼之類 反正就是很容易會讓人 再做完一件事情之後 會覺得說 欸 再來咧 有種需要再多一點提示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好啦 那麼再來這款遊戲的話 我記得沒錯她有講說 有三個結局 我覺得我們剛才玩的這個 應該算是普通又或者是好結局 然後應該會有一個壞結局 只是這個壞結局要怎麼解鎖 我就沒有那麼清楚了啦 我覺得我最能先聯想到的應該就是 可能被那個警長給她直接打死之類的吧 可是我覺得打死應該只是復活而已 但是感覺遊戲裡面好像就有那段 是可以觸發壞結局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來試一下 好的各位 那我這次打開遊戲就直接跑到了這段 連個過場都沒有 她這段不知道是從哪一邊開始 她這段啊 我是希望從那個找保險絲那邊開始 因為那邊離我們的那個結局比較近一點 是那邊嗎 喔 看起來不是 因為她好像一個都沒有那個保險絲啊 那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是從那個什麼 我們剛結束過場那邊開始吧 我覺得 欸 沒有喔 好像是從電腦那邊開始 好煩喔 她真的很可怕捏 哈囉 這個密碼 應該 沒有變吧 好 上一次的那個登錄帳號是 89263 然後密碼是 07415 一樣嗎 好險一樣好險一樣齁 好我這一次的話呢有個計畫 燈被關了 先開一下 OK那這一次的話呢我有個計畫 我們之前不是最後才會得到那個警長的名字嗎 那如果我們這次提早輸警長的名字 會不會提早觸發一些劇情之類的 我記得警長叫做 呃 不是哈車 欸可以可以可以 喔 啊這樣 這樣會有什麼東西嗎 欸 有電鈴 完了我覺得我這樣玩可能會把遊戲玩壞 欸 欸唷欸唷 應該是警長吧 啊 沒錯沒錯 你看她的手嗎 凹掉了 我其實一看也很想要講這個你知道嗎 是她的手好像 有點折到的感覺 OK 終於結束了是過場 那我們再來是不是就要找保險絲了啦 因為我記得沒錯 好像是這一段之後就會 斷電了我記得 有斷電嗎 嗨 欸沒有斷電欸 還說我們 完全沒事喔 那所以現在到底是 啊 斷電了斷電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保險絲了 OK Let's go 喔 啊有 OK 都有了 搞定 再來好像就是警長會闖入我們家嘛 我記得 在我們上去之後 可能要再一下 或兩下 他才過來 啊沒錯沒錯 來了他來了他來了 我們這一次對不對 我們這一次 不要打他 給他把我們打死 他從哪邊進來了他 喔 欸唷欸唷 有話好說 有話好說 我可以瞄他頭射嗎 這樣子啊 可以只是他 跟怪物一樣 喔喔喔喔喔 這樣子會不會觸發什麼 壞結 喔 沒錯沒錯這樣會觸發壞結局 Let's go 喔 在令人震驚的命運轉折中 懷爾特警探追求正義的努力 在羅伯特霍爾頓警長的手中遭遇了悲劇性的結局 受命維護法律的人屈服於內心的黑暗 讓懷爾特永遠保持沉默 當火焰吞噬了蘇珊和他的家人曾經居住過的房子時 懷爾特的屍體也被吞噬了 連同他清白的真相也一起被埋葬於灰燼中 霍爾頓警長令人罰者行為 確保了他自己的滔天罪行被掩蓋在燃燒的房屋的濃煙和火焰中 反正這個真相後來就是沒有被曝光 還是跟以前一樣 然後我們自己也被埋葬了起來 儘管懷雅特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揭開真相 但他的努力卻遭到了在保護和服務的系統的阻撓 現在隨著他的死亡 霍爾頓警長墮落的全部過程將被掩埋 永遠消失在黑暗的深處 真的是一個壞結局欸 我的天啊 然後我記得沒錯 在遊戲裡面好像還有一個隱藏結局 那我們再來就來試一下這個隱藏結局吧 好的各位 那麼這次這個隱藏結局的話 我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讓我們玩家可以講話 C R A W L E R 搜尋然後關掉 這樣子的話呢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解開那個講話功能 但我覺得解開講話功能之後 我們待會講話又要小聲了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待會要幹嘛 我們待會的話呢 要先把房子裡面可以互動的東西 全部給他互動過一遍 我指的可以互動的東西 是指這個可以調查的線索 像是這邊這個嘛 那我們就可以點一下 放大家看 反正我們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把樓上跟樓下的房間的 所有可以互動的東西都給他看過一遍 然後這個房間好像就這個地方吧 我記得這邊 我是比較好奇這個算嗎 喔這個也算 是嗎 嗯 是嗎 就不如我們來的 為一個奇怪的故事 我讓他建成了 是嗎 C H A O C C AO U C C 好,我們再來就要小聲一點 先來把可以調查的地方調查過,像這個 再來的話就剩這個玩具間 還有樓下 來看一下這個 他這個符號好像目前為止都沒有用到 好像用完之後就不能在互動 對對對,沒錯 好,再來先到樓下去 碗盤先 好,這樣好像就全部都探索完了 然後我們再來下一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把自己關起來 關在這邊 關門 然後等到有人敲門 我們要出去外面 唉唷,有人敲了有人敲了 先到外面 再來下一個步驟呢,我們要回到樓上 我們要回到我們的電腦室那邊 來囉 回到這邊對不對 看著這幅畫 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電話加麥克風 It's Sheriff OK 那個電話是指樓下電話 好,再來我們來跟電話 互動一下 可能要等他 可能要等他 有那個 接起來的那個聲音吧 It's Sheriff It's Sheriff Jerif 欸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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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有,解開隱藏結局 Let's go OK 終於真真正正的把它全部完結掉了 我的天啊 喔 3個小時的遊戲 我原本以為說這個遊戲可能不會這麼長 你知道嗎 結果他拍了我3個多小時 嗯 那麼遊戲整體的評價 我剛才玩完第一個結局之後就已經有講了嘛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不再重複了 好的各位,那麼以上的話呢 就這款遊戲啦 那麼希望各位喜歡 那麼如果各位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那來不妨可以幫 今天這部影片按個like和訂閱吧 好的,各位我是D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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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 Ж